大家好 我是唐又欣 現在很多辦公室的朋友常常跟我抱怨 啊 肩筋痠痛啊 或是腰痠背痛 所以像這本十分鐘養命瑜伽體絲 就可以讓我們在十分鐘短短的時間 你可以舒展一下筋骨 或是動一動 很多女生很在乎啊 可能臀部變大啊 或是腰越來越粗 那簡單的動作 我待會兒帶你練習 這樣你可以慢慢的恢復窈窕的身材囉 好 第一個坐姿很重要 你要記得雙腳與肩同寬 通常我們盡量不要跨腳啊 或是像翹兒郎腿 這樣都會讓你的骨盆歪斜 甚至會造成你的脊椎代償 所以第一個把你的骨盤放正 膝蓋朝你的二三根腳趾頭的位置 然後把你的脊椎拉長 如果你不管在打電腦啊 或是在做工事 你一定要把你的脊椎延伸 好像頭頂上有一條絲線 把你脊椎拉長的感覺 這樣的話你的脊椎才不會有很大的壓力 好 停在這兒 你要去感覺到提肛收腹的感覺 把肚臍微微的往內收 調整你的呼吸 如果你覺得壓力很大的時候 呼吸是你很好的朋友 從你的鼻子長長的吸氣 一樣從你的鼻子長長的吐乾淨 之後平靜你的情緒之後 讓眼睛輕輕地打開來 第一個動作把你的右手往上 脊椎拉長 左手可以放在椅子的邊緣 讓你的手慢慢地往你的左邊延伸 記得你的肩膀不要聳起來 把肩膀放輕鬆 去感覺到手指尖無限的拉長 之後把你的頭帶回來 扶著你的耳朵 一樣把你的脊椎延伸以後 讓你的耳朵和肩膀的距離 好像在拉長 因為你的肩頸 常常很緊的位置 就是你的側面和後面 所以去把你的肩膀往下 好 讓你的右手把你的耳朵再拉長的感覺 讓我們停在這兒 長長的呼吸 好 吸一口氣之後 再把你的頭慢慢地往下 好 你可以扶著你的頭 一點點地把你的肩膀和你的背後再打開來 一樣停在這兒輕輕地呼吸 好 把身體慢慢帶回來 你就會感覺到你左邊的肩膀和背部 都會鬆開來很多 好 相反一樣把你的左手往上 記得你也不要聳肩 輕輕地拉長 去感覺到你的側面的腰 好 到你的手指間 都是往外延伸的感覺 然後你的右手可以輕輕扶著椅子的邊緣 好 停在這兒自然地呼吸 好 之後再把你的手放回你的頭 好 帶到你的左邊來 把你的右邊肩膀再往下沉 感覺到你的呼吸 每次呼吸的時候 去把你的右邊的脖子好像打開來的感覺 好 之後再把你的頭看到斜下方 把你的後方的背部和肩頸都鬆開來 好 我們回到中間 對 每個動作你可以停留兩個深呼吸 來 之後你可以轉轉你的肩膀 把你的肩膀放鬆 來 之後把你的雙手扣住 把你的手指頭扣住以後 好像把你的手肘要往外拉的感覺 這種往外拉的感覺 往外拉之後把你的吸氣 脊椎拉到最長 好 下巴抬 去感覺到你的手掌好像往天空的方向再延伸 好 吐氣的時候 再把你的手放到你的頭的後方 大拇指壓到你的整骨 就是耳朵下面兩個骨頭 好 稍微把你的脖子再提長一點點 不要忘記你剛剛的手指頭是扣住的 讓手肘往外拉 這樣的話你的肩胛骨是夾緊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做久 你的肩胛骨都包著 你要讓你的肩胛骨往後收起來的感覺 還要把你的手肘再往外拉的感覺 停在這呼吸 好 讓你的胸口也打開來 讓你的腋下都是伸展的 好 包括你的脖子 這些淋巴線都可以預防我們感冒 把你的脊椎拉到最長 好 現在讓身體回到中央 只好讓你的身體微微的往右邊 感覺到你的左手肘繼續往上 好像把你的手肘往上拔的感覺 還可以畫往上看 對 你會感覺到左邊的肋骨都打開來 好 回到中間 換邊一樣 輕輕的把你的右邊肋骨 記得你的肋骨不要秤出來 把你的肋骨是收著 脊椎是拉長的 可是把你的右邊的整個側肋是打開來的 因為包括我們內部的肺 我們呼吸 這樣的話我們的呼吸才能完整 而且你不要不容易胸悶喔 好 停在這吸口氣之後再慢慢帶回來 好 兩手打開來 好 再整理一下你的肩膀 接下來我們要做脊椎的練習 讓你的左手放在你的桌子上 或者你的地板 旁邊的椅子都可以 好 把你的右手放在後方 脊椎拉長之後 推著你的膝蓋 脊椎拉長再往後看 好 這個時候把你的右邊的肩膀 再打開來一點點 想像你脊椎再往上 頭頂再往上延伸 每一個脊椎都幫你做一點點的旋轉 好 停在這吸一口氣 把你的身體帶回來 換邊一樣 右手扶著 你可以扶在你的桌子 或是你的椅腳 拉長你的脊椎再往後 調整你的呼吸 好 回到中間 好 現在把你的兩手往前 你可以扶著你的桌子 如果可以的話 你的椅子可以微微的往後 拉長一點點 把你的兩手往前 感覺到整個脊椎 是拉長的感覺 整個脊椎拉長 因為有時候我們做久了 身體是拖的 這邊的空間都很少伸展 所以靠著你的桌子 輕輕地把你的身體拉長往下 保持你的呼吸 這樣畫你整個背部都會伸展到 好 再一個深呼吸 讓肚子收 身體慢慢捲起 你要去感覺到你的尾椎 一節一節捲上來 雙手可以回到你的膝蓋 到你的尾椎慢慢地捲上 好 脊椎拉長 把你的肩膀打開來 現在兩手放在後方 雙手抓緊 然後還把你的肩膀 記得打開來 很多的擴胸的動作 把你的胸口往上 然後還再往前往上的拉長 記得你不要摺你的脖子 你不要讓你的下巴是往上延伸的 還讓你的肩膀再遠離耳朵一點點 保持你的肚臍往內收 好 現在把你的頭帶回來 解開你的手 好 接下來也有一些站起來 你可以在辦公室練習的動作 這樣你可以把你的右腳往後 好 讓你的腳成前弓後鍵的動作 把你的腳跟微微地踩下來 踩下來的同時 你會感覺到你的小腿伸展 因為有時候如果我們穿高跟鞋 或者是腳會腫 或者是坐久了 甚至會脹上的 你把你的腳跟微微踩下 這樣伸展到我們的阿基斯跟腱 你的腳小腿也會變得比較修長 就跟你的蘿蔔腿說掰掰 來 把你的腳跟再往下 還可以的話 把你的兩隻手 好像把桌子壓下去的感覺 把你的兩隻手壓著桌子 把你的肩膀要打開來 對 加上一點點的伸展 延伸 想像你的頭頂在拉長 好 吐氣的時候回來 把你的右腳收回來 換邊一樣 把你的腳跟往下 一樣 記得你的骨盤是要放正的 骨盤不要歪掉 骨盤放正的 把腳跟往下 手去推著你的桌腳 再把你的肩膀打開來 下巴再往上 對 保持你的呼吸 身體回到中間 腳再回來 好 接下來把你的兩腳 都再往後一點點 你可以讓你的手往前 或是你的手指尖要拉長的感覺 這時候你要去把你的臀部 好像往上翹起來 往上翹的話 你感覺到大腿後側 是伸展到很多的 所以 停在這 你可以輪流的把你的膝蓋伸直 對 好像輪流都把它踩下來的感覺 輪流往下踩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你的大腿後側 還有你的背部都拉長 好 讓你的膝蓋彎 把身體慢慢的捲起來 把你的肩膀放鬆 身體回到中間 好 接下來兩手合十 最後一個大大的伸展 去感覺到你的脊椎拉長 好像伸懶腰的感覺 把你的脊椎延伸 好 雙手再慢慢打開來 延伸你的手指尖 最後再把兩手合十 帶到胸前 好 就這樣子 簡單的時間 你就可以好好的伸展 讓你變成窈窕又健康的女生囉